謝謝柏欣的介紹 其實沒有到那麼誇張20年的人生 我可能前半段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想大家應該跟我自己很像的 不過講到這個人生 因為我們現在算時間不多 但我大概講一下 剛剛提到我現在20歲 21歲剛剛過生日 1993年出生 那你要知道93年這個日期是什麼 是什麼樣的年代 那一年MOSEC 世界上第一款的網路游覽器誕生 基本上我是跟網路一樣大的 可以這樣講 那什麼意思呢 在我們以下的這些年代的人 跟我們升官那個年齡的人 我們從小是跟著所有的網路科技 跟著這些東西一起長大 我們都從小是玩這個遊戲 我們都從小是玩這個遊戲 光在哪 是x3 有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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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小是跟著所有的科技中 長大這很自然而然 但對我們的長輩而言 我們是數位原住民 對吧 我們是數位原住民 但他們是數位移民 每天都努力學習 進入這個環境 適應這些新的科技 他們又遇到很大的困難 我現在跟你講到 為什麼我要解決這些數位移民的問題 好不好 所以我剛剛提到我現在21歲 現在適應新聞系大三的在學學生 但是提到我現在在做的事情之前 我先提到我大一開始做什麼 大一那個時候我就是 約憤世技術的人 你知道看到什麼都很不爽 然後那個什麼 但是又很愛玩 就是人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理解 好不好 那時候參加跨年活動 反而是一個玩褲子 你想要過於狂歡一下 但是沒想到怎麼樣呢 看到地上滿地垃圾 有多少量呢 17.5公噸 在地上 2011年在台北市政府的跨年網會現場 他可能對17.5公噸這個數字沒有概念 大家知道台灣最愛丟什麼垃圾 手搖杯飲料空罐 大家同意吧 對不對 手搖杯飲料 你知道空罐多重嗎 8公克 8公克 然後那天在台北市政府 那種廣場那邊撿到17.5公噸的量 你就可以想像到那邊垃圾多多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講說不許 我就說乾脆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說台北平常垃圾不落地 這太誇張 太髒了 所以我成立一個團體 一個環保團體 所以弄了一個叫少永青年聯盟 那竟然辦一個團體 想說不能自己來做嘛 撿垃圾是幹嘛 因為自己就撿有沒有用 沒有用 我照一千人來撿有沒有用 仍然沒有用 你丟我撿沒有用 你撿不完 大家同意吧 對不對 我要改變什麼 我要改變是習慣 撿了沒有用啊 我今天去淨灘 大家可能很喜歡淨灘 很熱血感覺很瘋對不對 但怎麼樣 我今天好不容易清完了 大家就一群人讓開過去 第二天海潮來的 垃圾又出現了 沒有意義嘛 浪費時間 所以怎麼樣 但是我辦一個環保團體 那幹嘛 我還是要撿垃圾 不是手自顧彎下人來的撿 而是山點水減少的撿 怎麼做 我要改變社會的習慣 怎麼改變社會習慣 剛剛提到我是新聞系的學生 我就在想 台灣我們年輕人的社會形象是什麼 我們年輕人的社會形象很簡單 經過總結一下 他們就大概是 一不負社會責任 第二製造社會麻煩 第三只會上社會新聞 那怎麼辦 我想說我們形象這麼糟糕 難道我們該接受這個形象 不該 所以怎麼辦 我們不服氣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 這個時候你應該去衝撞嗎 你會人家 這不是不對 衝撞不是不對 只會被人家更加貼上這個表情 然後你永遠反駁過身 那我該怎麼辦 剛剛我們那個什麼 國藝同學也提到 你很多時候熱血的活動之後 是不是要回到一些怎麼樣 回到一些可能比較相位無聊的東西 我就想說從怎麼樣 從無聊都會開始想 所以就去思考一些邏輯 你思考一些邏輯的流程之後想想 我們要改變那個模式 怎麼改變的模式 那就是今天如果我去撿垃圾沒有用的時候 那我今天 我要怎麼你長得大人 請問你們要怎麼推廣環保 推廣環保是 發一張傳單 我們最後一顆地球 請問這裡能否改變得來 有什麼事嗎 沒有用 大家要把這當作變成另外一個清垃圾 對不對 這不是可以改變人的方法 永遠 你在勸告別人 現在人是不聽勸告的 你要威脅別人 現在人是不聽威脅的 對不對 大家過得太自由太開放 不可能 所以我要怎麼樣 我要讓大家開始反省 怎麼讓大家開始反省 我要年輕人先做 為什麼大家自尊心都太強了 如果今天大家在家裡面的時候 都是爸媽在叫小朋友說 欸房間很糟糕 去整理一下 去丟掉的 都是家長在叫同學 在叫學生們 在叫你的小孩們 去做所有這些東西 因為你都是不會的 你社會化程度不夠 你都是不聽勸告 你都是不負社會責任 但怎麼樣 但今天如果我們換個方向來講 如果今天是學生做到的呢 如果今天學生做到的 你爸媽會怎麼想 當你做這件事情 我剛剛講 我們學新聞就要做什麼 就是如果今天 一個人被狗咬了 不是新聞 但如果今天有個人去咬狗 他絕對是上頭條 對吧 所以這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一個衝突性的事情 今天我們年輕人就是要 帶狗做環保 我們做這些事情 我們年輕人帶狗蠻蠻蠻 我們像一個染的金色頭髮 穿著全身很潮的衣服 拿著垃圾袋 然後還放著大標語 請把垃圾交給我 相信我 以前你看到歐基上 我爸上拿著垃圾袋的時候 你完全赤裸走過去 沒有感覺 以前看到一個年輕人像這樣子 你當場嚇傻了 對不對 然後真正也是 不只現場嚇傻 你丟進去之後 你跟他說一件謝謝 下次你會開始反省 為什麼他們開始改變 而你沒有 你會開始開始反你 開始覺得我們社會 是不是不一樣 這些年輕人是不是開始改變了 我要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讓大家開始反省的能力 後來實踐證明 這是台灣目前為止 最成功的一個環保的宣傳模式 其他東西沒有用 我剛剛講 我跟你講說海水要上升 我跟你講 退養成破洞 我跟你講 屋總面子 請問你再也不忙 沒有人再也不相信我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 後來發現是最有效的方法 2012年 我們開始成立這個團體 那一年我們直接用這種方式 去招募學生 我跟你講說 跨人去撿垃圾 完全沒有同學會理我 他說你是瘋了嗎 誰又跨人去撿垃圾 大家想看見我 想聽點他會 沒有人理我 但如果今天我講說 我們是來教育社會 我們要證明我們這個年輕 世代不一樣 你今天是一個教育者 你知道很多同學 突然有使命感 突然熱血上來了 所以怎麼樣 那個時候 所以從來沒有人相信 我們活動可以成功 我們兩個禮拜內 會招募到兩千名大學生 就是這樣做成功 2012年半的第一期 我們跨年二次 後來我們開始 活動越來越成功 招募到越來越多的制風 而且後來政府當然 願意跟我們合作 一年又一年嘛 對不對 我們後來做 其實到現在也在第三年 下個禮拜第三年 下個禮拜第三年 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我懂 但是怎麼樣 我們努力用不同的方法 後來政府跟我們合作之後 他終於開始給我們贊助經費 那防保局給我們經費之後 怎麼樣 然後他說 欸你們可以做一點東西 我說好 結果他 結果他 我們等一下拿做兩隻大玩偶 你知道那時候 所有局長就覺得 你們是在浪費錢 你們是這樣做的 所以怎麼樣 我們實驗結果成功 這才是正確跟小孩溝通的方式 大家看得笑得很開心 對不對 所以剛講 我們不斷用不同的方式來做 然後成員越來越來越多 然後那個什麼 努力的去改變 我們在公益方面的模式 跟習慣 這我們後來放了一個研討會 學術研討會 為什麼大家覺得 感覺很了不起 因為那些教授寫的 那些東西叫論文 那些論文呢 你看不懂他自己也看不懂 所以這是很厲害的地方 懂嗎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們想說 很多時候我們大家看不起環保 那個東西 覺得這感覺就是清潔人員 你看不起他們 但今天想像一下 為什麼你會覺得看不起他們 這意義是人賦予的 記得 意義是人賦予的 你為什麼不能改變你自己的意義呢 你為什麼不能創造這個意義的價值 我們創造一個學術研討會 專門討論環保 專門討論撿垃圾 你相信嗎 真的辦成功嗎 所以我特別強調這樣的概念 後來我們 對我們相關的一些政務所長 我特別愛我們那樣子 所以 但是從這當中 今天我們總結了非常多的經驗 我們辦了非常多的環保 我們總結了很多經驗 發現一些問題就是怎麼樣 我們你永遠從生活中發現問題 我如果你要跟我們講說 要解決世界和平 要解決世界積合對 那大家都看得到 應該你解決了嗎 解決不了 從生活當中開始解決 這還是該怎麼樣 比較務實的方式 那時候想說我辦了非常多活動 大家知道環保活動不太一樣 它跟所有其他社工不太一樣 就像是 它不太需要專業能力 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要你去照顧植物員 如果你要今天照顧罕見疾病的部分 你可能需要一些相關的專業證照 你可能需要非常多的專業訓練 但你不一定有這個能力 你過去只是造成它的麻煩 對吧 那如果我今天呢 是環保活動 說實在我要你能夠做的事情 都是一些小學生都做得到的東西 你如果你做都做不到 那是在侮辱你的智商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呢 那我們需要特色是什麼 我們需要大量的志工 但是它的工作 它的唱歌非常簡單 唱歌非常簡單 但是我們需要大量才能知道那個效果 但是怎麼樣 雖然他們做的事情簡單 但我們做的事情複雜 各位想像一下 做志工是一個多麻煩的事情 你要多處理志工是一個多麻煩的事情 你們原來在地方是不是寫報名表 對不對 寫大的東西 然後傳真過去啊 什麼影音過去什麼東西 然後傳那個什麼 送過去之後 我們還得再請志工 去幫你們聽印所有資料 背後什麼所有那些邏輯 我們最後等你活動全部結束之後 我們還必須再寫證書 然後就印送傳送給你們 你們不覺得很複雜嗎 不覺得很麻煩嗎 我就想說這個東西其實很不邏輯 而且很不科學 我一直提到說 我們這年代是怎麼樣 跟網路一起長大的時代 也許我們的長輩們沒有想到這部分 但我們不能夠怎麼樣 不能夠就這樣子過去了 但是我在想說 台灣的這個公益的這個環境 跟我們做志工這個邏輯 跟這個流程本身有很大問題 應該說他可以科技化 他可以更加的簡單 他同意吧 所以那時候想說 但是這個問題多嚴重 我們是不是 這個現場有很多想要說 有商科的 現場有很多想創業的 都知道 我們第一件事情要先研究市場大小 要先研究有沒有這個市場需求 不過那時候想說 後來發現台灣五萬家公益團 請問你念得出來幾家 這個問題非常的直接 大家都知道詞集 大家知道伊甸 大家知道世界展望 大家知道總實質 但你還知道其他的嗎 那代表什麼 當你那些沒聽過的公益團體 請問他專門就到志工嗎 請問他收得到誰捐款嗎 你都沒聽過 請問誰有提過他 我這樣講的就是很直接 所以當他沒有捐款 當他沒有志工 他活得下去嗎 活不下去 資本主義告訴我們說 這種公益叫自然淘汰 那是一時一時算 但請問公益團體可不可以這樣 我們能不能說 因為某個罕見結論台灣 他只有三個案例 所以他專門不到志工 所以他沒有捐款 所以他就讓他自身自滅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這就是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他五萬家公益團體 他們有多少家 現在怎麼樣 正在面臨船房危機之囚 正在當景氣不好的時候 他們就怎麼樣 可能年齡跟海鮮琴 他需要的這些物資 都不夠用 我們該怎麼去提倡社福 我們還怎麼說 我們是小確信 所以我當時在思考這個問題 五萬家公益團體 然後另外就是 台灣現在兩百萬學生 兩百萬學生 今年十二年國教正式上路 這兩百萬學生 國中生高中必備的 那是必要的條件 高中生大學是必定嘉賓項目 大學大一大二就是必修課 人家都修過什麼 關於這個志工服務 你知道這方面 所以我想講台灣兩百萬學生 不論志願與否 都必須開始接觸志工 這是事實 擺在眼前 今年就開始了 那這麼多志工 請問你覺得這些人力很棒 對很好 大家都來做好事 但是你要知道 現在就是因為太大量 所以他已經泛濫化 泛濫化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常聽到一些新聞 家長幫小朋友到醫院去排隊 很多種事情 或者是絕大部分的 是從哪來的 里長跟大陸管理員蓋章 所以我想表示 這個東西是個怎麼樣 對 這已經是一個 這個政策利益良善 但他執行面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可是這我也不是政府官員 我無法改變這個東西 說實在我也改 我也想不到送車面上怎麼改 我也想說 必須從風氣上來改 這絕對是風氣問題 對不對 因為大家懶 但是我覺得應該也不是懶 我想說是因為大家沒有愛心嗎 請問台灣人是不是沒有愛心嗎 不是吧 我相信我們常常 每次什麼地震什麼海灶翻動 我問一下台灣每次都是 你知道最永遠的那個國家 每次都自願最有愛心的國家 我們是很有想法 很有愛心的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在東西上面 我當你實際要去做的時候 不就去做了 我後來想一想 方法簡單 問題就在前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那麼多團體 你根本不知道 你想要做自公 你必須要做的時候 你不知道要去找哪邊 你當知道說哪邊 需要你協助的時候 其實你就願意伸出你的援手 大家同意嗎 對 所以我想說我們需要怎麼樣 需要網路平台 我當然想怎麼會這樣 我們需要一個網路平台 大家都知道我們找工作 可以上一領事 我們知道要找房子 可以上什麼網站網 太多太多這樣的網路平台 我們找資源的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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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公益團體有沒有這樣做 你當你找資源 你去找哪裡去找 我沒有聽到那個答案 問題就擺在眼前 問題擺在眼前 並沒有這樣的網路平台 並沒有這樣的網路平台 我後來去找 有沒有還是有的 內政部做了一個東西 非常非常之爛 他叫布告籃 什麼叫布告籃 你把活動放上去 但只是放上去 他有一堆訊息 然後可能你還得自己打電話過去 然後自己傳真過去 什麼東西 打電話過去才掛 只是我們前一年的活動 現在已經取消了 所以他想說 他最新消息都是一些最舊消息 我們完全無法理解 為什麼這種東西 這個平台還會存在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我們需要改變 現在年輕人做職工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還開始重新設計 一個新的平台 現在建立一個維樂生活協會 還有一個維樂職工平台 所以我們最尷尬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首先第一點就是 我如果跟年輕人溝通 第一點就是玩Mobile First 我從手機應用傳奇App開始做 所以有iPhone跟Android 把我們同步推出 今年三月的時候就正式上線了 另外就是我想說 這個東西不是只是把變成公布檔 不是把東西放在上面而已 不是只是讓你瀏覽 然後看到好多東西 然後很開心 不是 而是讓你整個流程能夠簡化 什麼叫整個流程能夠簡化呢 所以我舉個例子 我們在上面可以直接分享 可以直接 然後在上面 找到你喜歡的活動 可以用搜尋 甚至你可以直接按報名 你就直接報名成功 不用再有任何資料做傳輸 然後另外就是 現在人都錄持相信我 所以我還跟你講說 我們把所有想 其實這個東西也不是型科技 這都不是型科技 這些東西都是現在 其他的平台上都有 但我只能把他整合 現在公益裡面來 因為沒有人在公益裡面 做過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把所有這些東西放進來 剛剛講你要分享 可以糾團 我們為什麼要糾團很重要 你要知道 這分享功能不是什麼 它不是什麼科技 但是在公益裡面上 這是第一次說到 為什麼這是第一次說到呢 因為常常常都知道 無聊的活動 活動本身不是重點 是跟著哪些朋友才是重點 對吧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子的 跟哪些朋友一起去 那東西活動就好玩 那個回憶就有趣 那個東西再不痛苦 他都有 他都是最難忘的經驗 所以怎麼樣 我們強調說 其實很多時候 婚益活動是可以因為這樣 改變他的流程的 然後接下來怎麼樣 我們不只報名可以這麼簡單 我到現場報到 就大家提到 報到流程很複雜 到現場簽到啊 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確認這些東西 我覺得真的很複雜 就沒有必要 所以什麼樣呢 我們可以做現場電子那個報到 用QR code掃瞄這麼方便 那現場QR code掃瞄 對你這邊來講的話 永遠都不需要排那個大灘長龍 解決這個東西 對我這個公益團體來講 我是不是也很方便 我從來不需要再去檢核 每個東西 每個回去之後再去拚 而且所有的那個 發的實錄時間都最準確 因為你用QR code直接報到 所以時間出去自動生成 所以我解決了所有 通過電子通過科技 能夠解決的流程 我把公益徹底的簡化了 然後 當然啦 我可以突然 如果你頭髮骨折 你突然沒辦法去參加活動的話 一樣可以臨時去取消 只是我不太建議這麼做 所以我剛剛提到 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 可以選擇組別 這個東西徹底改變了 公益的這個概念 有很多的這個活動 不好意思 所以其實有非常非常多協會 這些活動 你們從來沒有想過 QR的數有申書協會 你覺得做志工 是不是都要在地域下面曬太陽 會覺得是趕快要犧牲奉獻 然後做出一個非常大 其實沒有必要 像有些這樣的協會 加盟了我們這樣的志工平台之後 他製作的志工多簡單 你在線上報名 然後你不用出在你家門 你在電腦上面 拿到那個什麼麥克風耳機自己錄影 把一本那個書 那個讀出來 這個音檔傳送回去 你就做好志工 有沒有超級簡單 所以但從在世衛平台之前 這個這種志工內 從來沒有辦法實現 但是因為有了我們這個平台 現在有多少的我們的視障同胞 都可以聽到這些最新的書籍 我想提到的是 很多時候他不是只是改變他的方式而已 他徹底改變這整個環境 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說網頁版本 然後還有這個手機APP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造成一個新的流程 讓我們整個做志工的這個方式 通過電子化越來越更加的簡便 那剛剛我們這個協會 我可以提到我現在要做 就是要年輕的創意 再加上科技的創新 因此我整個協會 百分百多年輕的 都是代學學生 因為我相信這才是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今年三月上線到目前為止 現在十二月 而這是十二月一號的統計數據 我們有203家 現在好像是206家的加盟社團 台灣所有你聽過的沒聽過 大部分的這個工藝團 都已經上架 在我們上面招募志工了 所以你可以回去看一看 我們現在換一下短片 然後大家做一下結束 發作講話非常的快 因為時間也很有限 希望大家能夠多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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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正是喔 平衡是公公 你都知道怎麼住到下的車 你到底是後面出爐 你到底是後面出爐 當下的車你知道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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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就這樣,不好意思,我們聲音這邊,我們休憩 感謝一些企業的贊助 所以基本上目前來講 我們現在有8000人註冊會員206家的加盟公益團體到現在12月為止 今年3月才上線的整個平台,目前是台灣成長出最快的公益平台 所以說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 我們現在時間非常有趣,然後就最後直接做一些結語好不好,跟大家分享幾句話 也是對我來講我人生最大的,我相信的一句話,這個是馬尼默的經驗博士他說的什麼 他說the time is always right to do what is right 如果你相信做你心理是對的,現在就是時間 常常我聽,常聽到很多朋友,我現在不知道要幹嘛 你知道,反正正好大學生後路畢業以後再慢慢找工作 他很多時候他會覺得我之後再來都有時間沒關係,我跟你講很年輕 你如果當你覺得你是一個年輕的,待會你現在已經老到不行了 對,這不是相信我,因為怎麼樣,你這個心態本來是老的,你沒有衝勁 你可以理解一下你的年紀,你的年紀是年紀但你的心態是老的 你現在應該是最有時間,大學生會研究什麼 大概這個時間點,是你最沒有經濟壓力的,是你最沒有家庭壓力的 是你人生中最唯一的這個時間,你可以追逐你的夢想 之後你再會有各種疾病,你再也沒有機會真正追逐你的夢想 但你好不容易可以知道,相信我你的生死已經動不了了 所以相信我會提到的是,對我來講我做人生一個重要的一個遵守規則 就是我相信什麼東西對了,我就現在直接去做 剛剛有人提到我怎麼樣,先做再緊張,的確就是這樣 我先去做再去想其他東西,因為很多時候就是 不問題會引任人為解,因為你現在是最有能力處理的 如果你現在做得不好,未來的你也不會有機會解決了 所以我想最後跟大家講一個有趣的概念 就是我常常在想這個事情,你知道我有時候七歲八歲人生 七歲八歲的時候,我們可能人當時小學生 最想要的糖果,最想要的玩具,你知道人夢想當中 然後每天看到那個店,走過去可能都會流口水 最想要的東西,在你十八歲的時候 你的年夢想隨便都可以買的到,對吧 在你十八歲十九歲,你隨便都可以買的到 那是你很容易就獲得得了的東西,那個糖果 可是請問你,等你到十八歲十九歲 你再去買那你十八歲的時候 你最想要的那個糖果,最想要的那個玩具 它還有它的價值嗎?還有它的意義嗎? 我相信這個問題,大家應該很理解 為什麼?因為它的價值已經不同以往了 對你來講,它已經不是那個你夢想當中最想要的那個糖果 不是那個可以滿足你的你知道所有的欲望的東西 這也是夢想的價值,很多時候你夢想就是這樣 你要追隨它的時候,它是你知道遙不可疑 但是當你如果你見你錯過這個機會了 你就,你知道它就更遙不可疑,它就更沒有機會達成 因為這個價值無法被完成,它的意義就不存在了 所以最後想跟大家,希望跟大家講一句話 就是現在開始的行動才能改變一切 你只要掌握現在,你才能接受未來,好不好 謝謝各位,謝謝